凌晨五點多天快亮了 一輛轎車緩緩停靠在慢車道 似乎拉下車窗 沒多久又橫跨三個車道 飛速離開 直到中午車行員工上班 發現鐵門竟然留下四個彈孔 深袖大門上四個凹凸不平的彈孔相當顯眼 其中一個已經被射穿 還有二三四個也都留下明顯凹痕 開槍險犯早已離去 附近鄰居聽到聲響也嚇了一跳 原本還以為是慶中秋放鞭炮 竟然真的有人上門開槍 事發地點在台北士林 十七號凌晨五點多 嫌犯開車到中古車行 在座位上連開四槍隨機揚船而去 警方調查車行老闆在國外 而店內有不少合伙股東 其中一人疑似在外頭 遣了五百萬元賭債 人又逃到海外去疑似是要不到錢 才會轉而警告他投資的車行 嫌犯調準清晨沒人上班的時間 惡意開槍恐嚇意味濃厚 只是店內堆滿雜物 已經好一陣子沒開門做生意了 警方不排除可能跟黑幫勢力有關 開槍動機為何都還要在調查釐清